刚刚过去的国庆档华语票房成绩喜人 而假期一结束 华语乐坛又有大动作了 近日北京国际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大会 2020北京国际音响展开幕式继北京音乐产业园开源活动在京举行 本届国际音响展以音乐点亮城市创意美好生活为主题 开幕式作为北京国际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大会的亮点 现场就吸引到了韩磊 吴碧霞 石仪杰 高宝丽 王洪伟等艺术家开丧朱镇 当天除了有韩磊老师这样的乐坛前辈之外 尝试了与周品曹阳 徐乐童 胡维娜 陆默一 张飞宇 余梦飞 作为新生大音乐人也起聚现场 通过对歌曲音乐之城的完美演绎为活动助力 据悉为期三天的北京国际音响展 是助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届展会设有多个类型的展馆和舞台 并汇聚了国内外百瑜伽一线音响品牌 为人们展示最前沿视听科技凸显活动的高规格和高水准 展会期间还将有新唱片发布 发烧唱片欣赏及牵手 知识讲座等环节 其中无有乐队 潘高峰和他的乐队 楚桥和郭格瑞 以及参演乐队的夏天的猴子军团熊猫演乐队 都将受邀表演为大众带来不同的音乐体验 打造音乐与科技文化互融 实现硬实力与转实力的协同提升 与此同时北京音乐产业园也已吸引到众多业内大咖纷纷入驻 共同助力音乐产业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